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和依乐雅吵过CP 我微微皱眉 今天的流程里并没有这一项 围观群众里响起了起哄的声音 一声接一声 我的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 依乐雅脸颊微红 今天是跨年夜 新旧交替之夜 我希望所有人来见证我们的爱情 下一秒 烟花炸起 无比浪漫 现场爆炸了 直播间也爆炸了 我看向依乐雅 她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 眼睛里都是站在她身边的那男人 我面色瞬间苍白 连大脑停滞了片刻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守护了依乐雅12年 也曾主动表白过 她却说 这辈子我都不会恋爱 我喜欢恋人未满的感觉 清源 你对我来说独一无二 我信了 然后把对她的爱深深的藏在心里 从此成为了她最好的朋友 守护着她 再也没有越界一步 可她今天 却和她的男朋友高调官宣了 一股电流从我的身体流过 直到我心口泛起密密麻麻的苦涩 周围的工作人员 全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看着我 不敢说话 是啊 我对依乐雅的爱 所有人都知道 连他们都在顾及我的感受 可依乐雅呢 因为突然的官宣热度太大 现场混乱了起来 直播被迫结束了 我们回到了办公室 依乐雅还沉浸在甜蜜里 像以前那样摇了摇我的胳膊 清源 你是为我高兴的 对吧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我深深地看着她 终于在她期待的目光里 开口说道 乐雅 恭喜你 她又笑了起来 娇美的脸上是松了口气的样子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生气了 文斌还在等我庆祝呢 我先走了 看着依乐雅迫不及待的脚步 我苦涩地笑了笑 好像只有我还记得那段回忆 并且现在里面沉沦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终究还是做出了决定 是时候走出来了 我打电话给投资人 霍总 我要辞职 霍林安是投资人 更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我对依乐雅的感情 她全都知道 霍林安叹了口气 我在热搜看到了 你真的决定好了吗 我打开手机 看到了依乐雅官宣男友的消息 果然在热搜上 明晃晃地挂着 她看她的眼神 果然不清白 我的CP是真的 哇 百年好合 百年好合 一片的喜气洋洋 这种氛围 在依乐雅亲自发泊 感谢大家祝福后 到达了顶点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和依乐雅的一切 好像今年就梦一样 在我脑海中快速地回放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家儿童福利院 因为不爱说话 也不爱表现 一直没有被领养 所幸院长喜佛 本性慈悲 从未对我有偏见 我心存感激 有时间就帮她抄精 耳濡目染之下 我也有了一些慧根 从小就没有亲缘的我 觉得一辈子这样清静 也没有什么不好 直到15岁那年 依乐雅跟同学来福利院做义工 她像一个小太阳一样闯进来 我从未见过这么鲜活的女孩 是依乐雅让我见到了 这世界的另一种色彩 喜欢上她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 也让我对俗世有了向往 我考上和她一样的大学 成了她最好的朋友 然后得到福利院资助人霍林安的投资 一起创业 我们的直播事业蒸蒸日上 几乎做到了头部 我达到了能带给依乐雅幸福生活的标准 于是我和依乐雅表白了 然后就得到了她不会恋爱的回答 说不失落是假的 但我根本舍不得离开依乐雅 人生有几个12年 更何况 我的一颗心全在她身上 我安慰自己 没有得到过就不会失望 失去的时候也就不会悲伤 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依乐雅会这么轻描淡写的 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会毫无顾忌的就这么官宣了另一个 她只认识三个月的人 好像在意这段关系 在意这段感情的人 只有我 只有我一个人舍不得 思绪回来 我苦涩地笑了一声 是该结束了 霍林安没有多说什么 我也不是需要安慰的人 从一无所有到直播头部 但凡我脆弱一点 都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清源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但是有一点 我的投资名义上投给点滴文化 实际上是投给你的 如果你走后 点滴文化达不到我的标准 我有权利进行优化 我硬了一声 当然 这是正常的 霍林安热衷于公益事业 但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开公司就是要盈利 这无可厚非 霍林安的声音轻松了一些 你是不是没想好 接下来做什么 我这边太忙了 基金会有些公益活动 需要负责人 你来帮帮我 我忽然辞职 带给霍林安的麻烦不小 帮他也是应该的 我答应了下来 离职通知很快就下发了 我的手机收到了一大群人的关心 我看着手机上 对我置顶的伊勒雅 安静的一如这几天 我们的对话 还停留在几天之前 伊勒雅的时间没有留给我 自然是给了别人 我笑了笑 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删除掉 他有了新的生活 我也应该有新的生活了 人不能永远现在过去 只是我没想到 第二天一大早 我的门铃就被暗得震天响 我打开门 看到了怒气冲冲的伊勒雅 顾清源 赌气也不是你这样的吧 赌气 你居然认为我是在赌气 我不由得觉得有点好笑 十二年的相处 我以为他应该是了解我的 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 伊勒雅皱着眉 难道不是吗 说辞职就辞职 连声招呼都不打 还拉黑我的联系方式 顾清源 你就不能成熟一点吗 做不成恋人 还不能做朋友吗 我的手扶着门框 就这么定定的 看着伊勒雅 她还是那么阳光漂亮 但似乎没有以前那么耀眼了 退去给她肚上的滤镜 她也不过是个被宠坏了的女孩 我亲身开口 你还记得自己说过什么吗 伊勒雅的质问瞬间停住了 她哑声了片刻 我 我没有想那么多 显然她已经想起来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 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你的朋友 这样对我来说太残忍了 我也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只是我也想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伊勒雅深吸了一口气 那就算我请求你 你也不能留下来吗 点滴文化 不能没有你 我没有说话 但是伊勒雅已经明白了我的选择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露出恍然又愤怒的表情 点滴文化 是我们两个一起做起来的 你以为没有了你 我就没有办法吗 你不就是想逼我和文斌分手 和你在一起吗 顾清源 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是这么卑劣的人 说完 伊勒雅转身就走了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只觉得好讽刺 伊勒雅觉得 我是在用这种方法逼她分手 但逼迫别人这种事情 我不会做 也不屑做 原来12年的陪伴 伊勒雅并不了解我 她甚至不相信我 可以随口说出重伤的话 阳光依然照在她身上 但不再有当年那样的 夺目光彩了 伊勒雅被我宠坏了 她的工作就是 在镜头前展示 她不知道运营一个头部直播间 需要在背后 做多么繁杂的工作 我收回视线 打开了电脑 打算交接一下权限 下周就要有一场重要直播 品牌对成交额有要求的那种 可是已经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有我的助理小吴在 应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紧接着我收到了霍利安的资料 就准备着手跟进公益活动了 和新同事们沟通好 做出方案后 已经过去几天了 小吴忽然联系到了我 顾哥 出事了 直播出问题了 原本有我在的时候 背后的一切工作 都是由我来调控的 我以为我离开后 跟了我很久的小吴 也能完成这些 但是依乐雅不知道是憋着一口气 还是在照顾李文斌 直接让他插手了 李文斌竟然擅自修改了流程 连带着后面的安排全乱了 观众和粉丝们摸不清头脑 纷纷指责 直播间里一片愁云惨淡 所有人都叫苦不迭 最后自然是没有达成品牌要求的成交量 这是点滴文化自从成立以来 还从来没有过的事故了 小吴正和我说着 品牌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顾总啊 直播的事情 我这不是联系不到依乐雅吗 霍总也太忙了 只能找你来了 我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依乐雅还是小孩子脾气 遇到问题了就只会逃避 看来那个李文斌 也不是什么有责任心的人 我本来不想管的 但是点滴文化 毕竟是我一手创立的 我对他有感情 品牌老总也是和我合作了多年的合作伙伴 我离职走得突然 于公于私 我都不好直接撂挑子 我接过了这件事情 就当是给自己和点滴文化 画上一个句号 我和小吴重新商量 给品牌重新准备了一场直播 只要这场达标 就不追究之前的责任了 小吴最后拿着计划书 去和直播那边商量了 而我也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一开始对面没有声音 最后才传过来 伊勒雅别别扭扭的声音 这次的事情 谢谢你了 经过上次不花而散 我以为我和伊勒雅 不会有什么联系了 没想到他还会给我打电话 我本来也不是帮他 就应了一声 准备挂断电话 伊勒雅却急忙让我等等 我知道你上次说的是气话 我回去也反思了 这次是我不对 亮我这么多天 你还没消气吗 我心平气和地说道 我没有生气 感情的事情 从来不是我一厢情愿 就能得到结果的 我的确没有生气 我只是失望 可伊勒雅听到我的回答 好像放松了心情 连语气都轻快了很多 我就知道 清源你舍不得和我生气的 既然这样 你不如交一交文斌 怎么做中控吧 我想让他也成为 我最好的搭档 我简直要气笑了 我以为伊勒雅终于明白 自己错在哪里了 可他话里话外 仍然是要帮李文斌 他是为了李文斌 才来和我低头的 兜头一盆冷水 我的心也彻底冷了下来 我轻声说道 伊勒雅 你和我说这些话 你有心吗 对面瞬间安静 我多了解伊勒雅呀 我几乎可以想象到 他难看的脸色 但如果是以前 我早就忙不迭地答应了 因为我不想看到 他那样的表情 可我现在只觉得庆幸 庆幸自己 不用做一辈子的傻瓜 这几天的疲惫涌上心头 我再也没有了 敷衍他的经历 伊勒雅 那我不妨说得清楚一点 我出手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点滴文化 这是我最后一次 参与直播的事情 以后我不会再插手了 说完 我就挂断了电话 把12年的喜欢 从心里弯掉 是什么感觉 我望着窗外 沉沉的月色 就到这里为止吧 小吴在联系我的时候 说补偿直播很顺利 伊勒雅和李文斌 都按照我定的流程 规规矩矩的 没有再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算是度过了这一次困难 我听过以后就算了 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基金会有一场在山村希望小学的活动 因为活动召集了一批新的义工 我在现场带他们 在看到一个女孩的时候 我不由地挣了片壳 她梳着马尾便 走路的时候 马尾便甚至会一扬一扬的 看起来非常的阳光 我恍惚间 好像回到了十几岁的福利院 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 我仰头就看到了伊勒雅的笑脸 我摇了摇头 企图把这些回忆摇出脑海 却正好看到 女孩在经过堆好的箱子旁边的时候 箱子发生了倾斜 我快不赶过去 刚把她拉过来 箱子里的金属文具盒 就尽数倒了下来 几个盒子砸在了我的手上 砸出了几个小伤口 万幸的是 这些东西没砸在这个女孩头上 我松了口气 把女孩放开 女孩惊魂未定地拍着胸口 似乎还反应不过来 我递给她一瓶水 然后就离开了 活动很顺利 但我没想到 在最后的道谢环节 伊勒雅来了 她是代表点滴文化来的 其实我是知道 点滴文化要来人的 但是伊勒雅这几年娇贵得很 我没想过她会来这种山区 她一看到我就往我这边走来 我敏锐地发现 李文斌并不在 顾老师 这时候有人叫住了我 是那个马尾女孩 她笑咪咪地跑了过来 递给我一个饭盒 刚才的是太感谢您了 这是我带的饭团 您尝一尝 这时候伊勒雅也走了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 她看着女孩的饭盒 又看了看女孩的笑脸 面色并不好看 这里的伙食不好吗 还要单独开小灶啊 女孩连忙解释 是我救了她 谁知道伊勒雅盯着我的伤口 脸色更难看了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让女孩先离开了 我不知道伊勒雅在想什么 对她点点头就要离开 虽知道伊勒雅伸手是为了抓住我的手臂 她的手正好滑在了我的伤口上 我不由地撕了一声 伊勒雅却没有放开的意思 她咬了咬嘴唇 定定地看着我 所以你当初看我也是这样吗 这话看似一头雾水 但我却知道她在说什么 伊勒雅明明穿着漂亮的衣服 画着精致的妆容 她应该是现场最亮眼的女孩 但我就是觉得阳光没有偏爱她分好 当初那个给我带来阳光的女孩 好像在这几年里消失了 我笑了笑 可能吧 然后我就看到了伊勒雅正在原地 她苍白着脸 似乎摇摇欲坠 女孩并没有放弃把她的饭团分享给我 这么来来回回了几次 我们一起坐在了山坡上 吃起了饭团 我听着女孩的梦想 她说想让所有贫瘠的土地上开出花 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走出去 我笑了 希望你能一直记住自己的梦想 这时一道目光如影随形 我转过头 看到伊勒雅看向我们 眼神灰暗不明 活动结束就不早了 我们会在这里住一晚 谁也没想到 半夜忽然下起了大雨 我们的物资还没有装卸完 这些书本怕雨 我们又在半夜抓紧时间抢救了一下 下着大雨 山体随时可能滑坡 于是我们顾步地休息 在山坡处分散找人 天色太暗 又是大雨 人走路都困难 要把脚下一下 在泥泞的路上拔出来 一个小孩子会更难行走 我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往山坡后面走去 绕了几圈后 我终于看到了那个被泥水困住的小孩子 我松了口气 过去把他拔了出来 交给了一边的老师 就在这个时候 我似乎听到了一声奇怪的声音 然后我就看到了老师惊恐的脸 顾老师 小心 她的话还没说完 我就感觉到泥水溅了我的脸上 山体滑坡了 但是马尾女孩和伊勒雅还都在我身边 他们两个都满脸恐惧 脚下像是深根了一样 忘记了逃跑 我想也没想 把距离我更近的马尾女孩用力一推 推离了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看到了伊勒雅同时伸出的手 和她正住的表情 我好像还在里面看到了什么破碎的形状 是 我一向都是以她为优先级的 如果遇到危险 我一定会优先救她 我和她都明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在我心里的位置也没有那么特殊了 我终于能用平常心来对待她了 时间紧急 我用最后的力气把伊勒雅也推了出去 然后我就陷入了一片混沌中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依然是那个阳光明媚的福利院 但是朝我伸出手的那个人 我却看不清她的样子了 我想起来老院长和我讲过 佛说一切皆空万法皆原 可能就是这样了吧 在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医院了 霍林安就坐在我旁边 他终于松了口气 怎么搞的 我是要你做负责人 我不是要你连命都不要了呀 看到他抓狂的样子 我觉得好笑 但是一笑又扯得浑身都痛 霍林安看了我好一会 然后叹了口气 你和伊勒雅是怎么回事 我一正 我和他能有什么事 霍林安又叹了口气 你昏迷的这些天 伊勒雅就呆呆地守着你 也不直播了 品牌的违约通知 一封一封送过来呀 为此 他和男朋友还吵了好几次 我淡淡地垂下眼眸 霍林安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好好休息吧 工作的事情不急 我点了点头又陷入了昏睡 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才觉得有了实感 原来我没死 旁边传来一声惊喜的声音 清源 你醒了 我这才看到旁边守着的伊勒雅 她眼下有一片青黑 脸色也憔悴 看起来风尘仆仆的 你不工作吗 老往我这里跑做什么 伊勒雅的笑瞬间就僵在了脸上 我担心你呀 我轻声道 我没事了 你赶紧回去吧 谁知道伊勒雅听了我的话 反而愤怒起来 怎么了 我现在连关心你都不行了吗 我没有说话 但是往往沉默就是一种态度 下一秒 伊勒雅就靠在病床前 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 她抬着头 我看到了她眼睛里面的悔恨 顾清源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我以为我对你只有友情 但是我现在才明白 我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已经爱上了你 在希望小学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害怕 不是害怕死亡 是害怕你已经看不到我 已经不把我放在心上 伊勒雅小心翼翼地问道 如果我说我爱的人是你 我们还能重来吗 然后我就迟钝地感觉到了 手上的一片滚烫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伊勒雅哭了 滚烫的泪滴 就这么滴在我的手上 我知道她是真的后悔了 但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我甚至觉得有点疲惫 伊勒雅 你真的明白吗 你是因为我对你不像以前那样 有求必应了 觉得我对你独有的好 也能分给别人 所以才后悔吧 那是战有欲 还是爱 然后我就感觉到了 伊勒雅的僵硬 12年她都没有明白我的爱 又怎么会忽然明白 我累了 你回去吧 点滴文化还需要你伊勒雅 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我以为一切都要在这里结束了 但我没想到 一篇匿名的爆料 又把我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爆料的是一个八卦号 语言隐晦不明地说了一个故事 说知名头部主播 脚踩两只船 玩弄他人感情 又牵扯到其中一个情人 是他的领导 这个领导也不简单 还挂名了基金会的慈善职务 两人利用职务之变 挪用公款 发展自己的公司 还在项目上优惠 和一工不清不楚 幸而老天开眼 将下暴雨惩罚 他们遇到了泥石流 至今还躺在医院 甚至还拍了很多照片 爆料真真假假混在一起 就分不清了 点滴文化很快就被扒了出来 霍里安的基金会也被扒了出来 我 易乐雅 马尾女孩 全都被牵扯了进来 或许大众也不关心真相 只要学头足够就行了 多么狗血 多么震撼的故事 因为涌入辱骂的人太多 点滴文化的直播 根本进行不下去了 霍里安的基金会 也声明了好几次 直到发出了律师函 才稍微消停了一些 易乐雅给我打来了电话 约我和霍里安见面 这次见面 她异常疲惫 对不起 是我没有处理好我的感情问题 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很明显了 爆料人就是李文斌 因为之前的争吵 还有易乐雅回去后 就和她提了分手 言语间还牵扯到了我 易乐雅说 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心 李文斌气不过 干脆直接找了人爆料 想把我和易乐雅全都摁死 易乐雅说这些话的时候 还看着我 似乎在表态 又似乎想要得到我的联系 霍里安脸色非常难看 但也没说什么重话 只问易乐雅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易乐雅说办公室有监控 还有聊天记录 霍里安拿着证据 带着律师去报警了 临走前她顿住了脚步 你们两个也好好谈谈吧 办公室里只留下了我们两个人 易乐雅看着我 眼眶渐渐就红了 顾清源 那次聊完后 我就想明白了 我是真的爱你 不是占有欲 所以我才想要在你醒来之前 和李文斌说清楚 然后和你重新开始 我也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轻轻叹了口气 或许易乐雅说的是真的 这是无心之过 但那又怎么样呢 易乐雅 你明白的太迟了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目光平和地看着她 在我面前崩溃 起先是不可置信 然后是掩面痛哭 我叹了口气 这世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人也不会站在原地一直等你 易乐雅 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都有自己的苦去经历 以后的路 你自己保重吧 我转身出门 临走前 似乎听到了里面越来越大的哭声 那声音无比懊悔 无比痛苦 愿曾慧 爱别离 求不得 再没有比这些更痛苦的事情了 好在我走出来了 霍林安用最快的速度报了警 警察出了通报 表示事情在调查中 请大家不要胡乱传谣 这才把事态暂时地按住了 很快 在确凿的证据下 李文斌也被带走调查了 他做的事情也都一一被查清楚 霍林安选择了起诉 真相公布于众 又是惊奇一片哗然 之前攻击我的人 三言两语道了歉 转而又去攻击李文斌 无数人争着抢着要去做雪花 甚至带着对我的歉意 连网报都升级了 我心里没有一丝喜悦和快意 我只觉得乏味 这一场又一场的狂欢 只是在发泄他们心里的不满罢了 真相不重要 对象也不重要 我忽然就想起来福利院的日子 那些跟在老院长身边 平和安静的日子 如果不是伊勒雅 偶然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我的人生轨迹 会不会像我预想的那样 我回到了旧福利院 提出要捐助 新任院长热情地 把我带到了办公室 这几年我赚了很多钱 但我从来没有感觉过幸福 我的目标 一直是想让伊勒雅 过上最好的生活 甚至忽略了我自己 现在这个目标没了 那我就尽力地帮助 我能帮到的人 他一听说 我是这家福利院出去的人 院长对我更加热情了 在签订完所有文件后 我打听起了老院长的下落 原来老院长已经出家了 现在正在一个寺庙里做主持 我淡淡一笑 这确实是他会做的选择 临出门前 我又看到了马尾女孩 她来给院长送东西 笑着和我打招呼 我神色一正 这件事情里只有她是最无辜的 我和她道歉 她摆了摆手 没关系 我心里知道我没做那些事情 我还要谢谢你 是你救了我 两次女孩神色认真 眼神澄澈 你是个好人 不要在意别人的那些话 我真正笑了起来 谢谢你 回去之后 我就和霍林安再次提了辞职 霍林安好像一点也不意外我的选择 她揉了揉眉心 基金会这边倒是没事 点滴文化那边要破产了 看到自己亲手打造的公司 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心里生出一点遗憾 缺钱的话你和我说 说完这话 我和霍林安都愣了 半赏 她才咬牙切齿地笑了 赚钱了不起啊 这话当年还是我和你说的 我和她相识一笑 她冷哼了一声 真的决定好了 我点了点头 我有空会去看你的 把一切都结束了之后 我只觉得一身轻松 我终于要回到正轨去了 我本来该走的那一条路 临走前 我的手机疯狂地响了起来 我看着屏幕上 那个不甚熟悉的号码 嗯 断 她又不死心地响起来 我想了想 还是告个别吧 电话一接通 里面就传来了 伊勒雅痛哭的声音 顾清源 我求求你了 你别这样好吗 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连个念想都不留给我 我淡淡出声 这和你没关系 是我自己的选择 伊勒雅 再见了 看着眼前的青山和台阶 我毫不犹豫地往前走 我再次听到八卦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 寺庙里来了游客 偶然提到了这件事 你们不知道吧 这瓜还有后续的 那个大老板听说 再不留恋红尘 直接出家了 要是我爱了那么多年的人 这样对我 我就狠狠报复回去了 干嘛非要出家呀 反正都那么有钱了 大师果然是大师 带着会根的 不愿意沾染这些 是失望了吧 想要寻找内心的平和 我听到这句话 不由地往那边看了一眼 倒也不是失望 只是觉得 自己已经经历过了 以前向往的生活 比较起来 还是更喜欢这种 我努力了那么久 也只是为了选择一种 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转眼间 他们已经走了过来 大师 素摘在哪里吃 我微笑着给他们指个方向 来到寺庙 已经一个月了 一个月前 我踏过一节节台阶 找到了老院长这里 他看着我 什么也没说 眼神依然平和 在他的平和里 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平和 顿入空门 没有什么不好的 只是有一点 我看着不远处 独自跪在角落的女孩 易乐雅好像也感受到了 我的目光 他看了过来 眼睛里是不服输的倔强 我叹了口气 刚才路过的行人要是知道 他们八卦里的主角 就在自己眼前 还不知道要多惊掉下巴 易乐雅走了过来 近处看 他更轻瘦 也更憔悴了 也是 吃不好住不好的 难为他 还能每天过来 易乐雅开口 声音沙哑 还带着一丝 坠坠不安 他们刚才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真的就这么失望吗 我从易乐雅的脸上看出来一种痛苦 似乎我现在这样 是因为胎而造成的 我摇了摇头 我从来没和你说过吧 我有记忆起 就在福利院了 身边来来往往那么多人 我始终没有被人领养 始终是孤独一个 我本来就是 对这个世界失望的人 是你的出现 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目光柔和地和易乐雅对视 看到他颤抖了一下 我应该感谢你的 是你让我体验过了另外一种生活 所以你不用有负担 我只是回到自己的位置而已 我的话音落下 屋檐下飞过了几只鸟 在易乐雅苍白的脸上 留下一片阴影 过去的一切 好像是我的一场梦一样 如今梦醒了 我回到了现实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我摇摇头 该去做功课了 下一秒 我的衣袍脚就被易乐雅拉住了 他目光淒切 声音颤抖 那我呢 你回到了你的位置 那我呢 你就这么离开 我怎么办 点滴文化虽然破产了 但是易乐雅是知名主播 有钱有盐 他可以任性地过任何生活 我不需要为他操心 我向他行了一礼 转身离开了 他从背后压抑出声 字字气血 可是我已经不能过没有你的生活了 不少游客看了过来 好奇的 震惊的 探究的 已经有些影响到了寺庙里的秩序了 我的脚步没停 在心里叹了口气 看来缘分还是停在了这里 我们不能再见了 我开始在房间里闭关 不再和外界接触 自然也不用再和易乐雅见面 但是总有小和尚给我带来消息 那位女施主真的每天都来呀 她好像很有名的 来围观的人也不少 您真的忍心不见她吗 我看向小和尚 和我当年一样的年纪 对外界还充满着向往 我笑了笑 没有必要了 是的 一切都没有必要了 那些今年的爱恨 都已经没有必要了 在后来 我委婉的托人和易乐雅提了一下 她的行为影响到了寺庙的正常生活 也不知道易乐雅是怎么做的 后面就没有人再来围观了 或许是吃瓜群众终于看够了热闹 也是 每天都有新鲜的新闻和八卦 谁会一直在意这个陈旧的故事呢 后来 她日日来店外常跪 我未曾再开店门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动